高級 要把它變高級 因為它原本 妳原本穿的是什麼 網狀的對不對 然後網狀的過長的袖子 然後欣美姐說有一點味道 所以我就要把那個味道 變成是有質感的味道 好像是噴了一個高級的香水 在出門 而不是 透透的褲子 對 所以我覺得映竹 也是適合跟亞美講一樣 現在這種微微的笑容 對 所以我都沒有講話 對 所以盡量就不要 好 我的適合 OK 好 我們一樣 就是說我在上半身穿上一個 稍微有質感一點的斷面材質 然後這個顏色是有一點接近 綠跟藍之間去相互呼應的感覺 它就是讓人家感覺是有氣質的 然後在袖子的部分 我們講今年夏天 因為從去年的秋冬 大家有印象 那個長袖就一直流行 到今年的春夏 可是今年春夏 如果要穿那麼長的袖子 有時候太熱會穿不住 所以到底夏天穿哪些 比方說你可以像映竹一樣 選擇旁邊有這種開叉型的 這種比較長的水袖 這個水袖其實你要綁成蝴蝶結 也可以 或者是像它另外一隻手這樣子 如果說把它拆下來 直接是有一點點長 把它放長 然後有一點開高叉 把這個纖細的手腕露出來 然後你甚至可以再搭配一個 可能跟身上的有一些 毛釘的銅色系呼應的手環 看起來就是有一個輕盈感 然後它的那種膚觸感 也是在夏天的時候 你覺得是穿得住的 所以我們在上半身 飾品的部分 我給映竹選了一個choker 也是用銅色系的這個choker 這種choker 其實現在你們到很多的 坊間各大的品牌 歐美 日系 都有賣很多這樣的一個頸鏈 這個頸鏈除了綁在頸部之外 其實你也可以讓它 可以綁在頭上 頭上也可以 但是也可以 頭上是以前的 好幾年前 你可以把它綁在手上 做很多纏繞式的一個效果 上半身是這樣的感覺 然後下半身 我們就選擇一個 有一點點小A字裙 有一點點小A的包裙 可是我建議大家 如果你上面穿的是水袖或喇叭袖 記住一件事 下面就不要再穿A字裙 大的A字裙 或者是大的長裙 像亞美講那種 因為像那一種的話 你就會身上有好幾個喇叭 大家知道意思嗎 所以上半身如果是放鬆的 下半身就盡量選擇 比較合一點點的 這個版型的下半身 所以整體的打扮 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再選擇一個 也是有質感一點點的包包 這個包包你可以選擇的色系一樣 就是看你要呼應上半身的顏色 或者是跟下半身有一個對比的感覺 映竹其實是可以選擇 同樣這種花色或另外一種 同樣是白色系的 這個白色系也是一個 比較優雅乾淨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映竹它可以 往比較氣質 或者比較個性的路線去邁進 不要再穿以前那種 會臭臭的網狀 對 或者是其實今年有很多的這種水袖 比較簡單的搭配方法 再教大家一次 就是如果女生要挑戰 最簡單就是選擇這種基本款的 這種基本款的水袖 你看今年如果夏天要穿得住 我就選擇七分袖 七分袖的話 我手肘露的位置比較多 下半身記住 就請選擇比較窄一點的裙子 這是最簡單的搭配方法 如果你不會搭的時候 今年還有很多那種 特殊的袖款 比方說 比方說像這一件的袖子 它也是有一點點喇叭袖 這看起來就很舒服 然後它中間有一個綁帶 映竹可以穿這種就有氣質 看起來就會 不會像它剛剛那個樣子 然後外面可以再搭配這個 它外面會單穿 沒有 對 映竹以前 映竹以前可能就是裡面 在搭什麼小可愛什麼 這個都不要 所以映竹就把這兩個合為一 變這樣子 對 這樣搭的話就比較可愛 比較清晰一點 它會反過來穿 對 它一定會反過來 它的花會穿在裡面 所以我教大家 就是說如果女生你要有氣質的話 今天可以利用很多洋裝 或者是細肩的袋 或彈個背心 讓它變得比較有質感 有氣質 然後你看下面又是折子 很漂亮的折子 然後它又有腰身 又會讓你的比例漂亮 想到夏天駕馭水秀 選擇開刷型秀口 跟脖頭對面的材質之外 再配上民族風短裙 走出門你就是全場焦點